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我們上兩期跟大家聊了肯亞還有曼特寧 那這兩種比較特殊的豆子 一個是比較容易酸 那我們在酸中要求甜 那第二個是曼特寧 它比較不酸 又在甜感在口感中要求酸 這兩種特殊的豆子呢 相信大家如果有練習的話都會感受到 原來這樣的豆子也可以沖出比較平衡的 比較舒適的風味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要聊的是極潛烘焙的豆子怎麼煮 為什麼呢 因為極潛烘焙說真的 在這幾年還是相當流行的 那很多店家他們會跟你講說 豆子極潛烘焙 它的香氣、果酸會表現特別的顯著 這也形成一個很有趣的流派 那當然這種豆子其實是相對來說比較難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極潛烘焙相對來說呢 代表的是他們受熱的時間呢 通常會比較短 那豆腥呢通常會比較硬一點點 甚至不要說豆腥 應該說是整顆豆 受熱的熱源比較少 所以呢就會比較硬一點點 那硬一點點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吸水狀況就會比較差 所以呢通常一般消費者在 第一次煮激烘焙的時候都會覺得 好像風味上面會不太夠 那怎麼辦呢 那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可以選擇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從你原本的沖煮的觀念上面下手 譬如你原本沖煮可能自己有自己一套沖煮的手法 這個時候呢 因為極潛烘焙豆子是比較淺 不容易吸水 吸水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可能剛開始起一尺的水位 我一定要拉高一點點 或是研磨度稍微吸一點點 以及你給水的時候呢 稍微輕柔一點點 這些呢都對你沖煮 極潛烘焙是有明顯的幫助的 然後第二條路呢就是 學長大家會做示範就是 我選擇一個新的沖煮方式 這套沖煮方式呢 專門是用來對付極潛烘焙的 為什麼呢 因為極潛烘焙就這麼難煮嘛 所以學長待會我會教大家一個 用湯匙攪拌的方式呢 讓你的極潛烘焙 能夠簡單快速的煮出 煮出煮量味道的一個很簡單的手法 因為剛才說到第一種手法呢 你又要調水溫 又要控水嘛 所以相對來說 它有一點點進階有點難 但是學長待會示範的手法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做沖煮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極潛烘焙的 伊索比拉豆子 然後是水洗凍 那我們一樣先摺濾子 那我們使用V60濾杯 當然其他濾杯也可以來做參考 那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其中很重要的關鍵點在哪裡呢 在於你的研磨度使用多少 但我跟大家講 怎麼樣判斷研磨度呢 那主要原則就是 你要先想一想 你平常沖煮正常豆的時候的時間 大概是多少 譬如說 你平常沖中烘焙或是淺烘焙 不是極簡烘焙的豆子 大概是2分半 那2分半的時間 可能是你喜歡的風味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2分半 所以待會沖煮的過程之中 如果你發覺說 這個研磨度 時間 沖煮完以後的時間呢 是不到2分半的 那你的研磨度呢 可能就要再稀一點點 那如果你的 時間超過2分半 那你的研磨度再粗一點點 這個原則上呢 還是保持著 這樣大家就可以作為你沖煮的依據 要有聽懂嗎 所以今天研磨度的學長跟大家講 我不跟大家講 一個明確的研磨度 反而是你要自己來做測試 開始研磨 OK 好 極淺焙的 伊索比亞 香氣非常的足 我實際上研磨度呢 是跟我平常手沖略微細一點點的 我平常使用的是小腹四 大概是平刀的4.5左右 那我大概就是平刀的4左右 好 所以略微比平常細一點點 但是還是要你自己做一下時間的監控 OK 好 水溫的部分呢 我會用94度 平常我用90度 因為是極淺烘焙的豆子 所以我會用高一點點的水溫 那待會跟大家講 時間非常的快 所以呢 你的攪拌棒 或者是湯匙 你用一般湯匙也可以 用攪拌棒也可以 總而言之能夠讓你 快速攪拌的器材都可以 那一定要隨時在旁邊 或者是放在左手邊 因為待會我們給水以後呢 要快速的進行攪拌 OK 所以時間一定要快 好 先抓好你的湯匙 然後我們給水 第一段給水給多少 給150cc 150cc 所以你的給水一定要 快很準 不要猶豫喔 一口氣給 一口氣給 如果你給的水太小的話 一下就流光了 就攪不到了 OK 150cc 好 94度的水 好 左手拿著湯匙 右手拿著你的手中壺 OK 準備 歸零 準備開始 時間也要按下去 按下去 好 給水 給150 給大水 給大水 不要客氣 給150cc 一口氣給 不用太緊張 一口氣給到150就幾乎滿杯了喔 好 換手 然後開始進行攪拌 攪拌的過程呢 盡量用力 不要緊張 因為它極前烘焙 所以呢 你就不要覺得說 攪拌會不會太大壓力 會不會過脆 不用緊張 盡量的快速的 有力道的 進行攪拌 讓你的水跟粉呢 徹底的 能夠吃到水 好 一定要攪到 完全沒水為止 OK 時間大概是45秒到50秒左右 OK 沒有關係 就是你攪到沒水為止 一分鐘也沒關係 OK 好 差不多沒水了 OK 好 50秒 然後呢 快流乾的時候呢 開始給第二段水 第二段水怎麼給呢 其實很簡單 第二段呢 我們就讓濾杯有點淹水狀態 中間給下去以後 繞一下下 然後呢 大概給個二三十四次以後 往外繞 均勻的讓你的粉都吃到水 然後給到三百整 會幾乎滿杯 不用緊張 滿杯 滿杯就是對的 那滿杯呈現出 一點點浸泡的狀態 因為我們前半段 我們是攪拌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水呢其實流到 下湖裡面的時間 是很快的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酸子 那後半段 你是不是一定要利用 浸泡的方式 來稍微讓你的甜感啊 Body啊 能夠浸泡出來 所以這種浸泡狀態很正常 大家不要覺得說 哇它泡水會不會很難喝 不用緊張 因為它極潛烘焙 它反而需要粉跟水接觸時間 要拉長一點點 你才可以做出比較好的味道 不然的話沒有味道 那極潛烘焙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需要更多的時間 同時間你要來監控一下 你整體的泡水的時間 我們現在呢大概我還有 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水 可能還沒有下來 但是我現在是兩分多鐘了 所以你就控制到你的 譬如說你平常沖兩分三十秒 那可能發覺說這一次沖住起來的時間 超過兩分三十秒 變成三分鐘 淹沒度就稍微略粗一點點 如果你平常沖的是三分鐘 那你現在兩分半就流完了 那代表說你的粉水就是時間不夠 再往細部分再往細一點點 這樣子做調整 基本上風味就會 跟你平常萃取的狀況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以你平常沖住的時間 作為衡量的標準 進行研磨度的調整 這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不要只記一個研磨度 研磨度是隨時需要改變的 OK 我全部流完了 大概是兩分 大概兩分五十秒 大概兩分五十五秒左右 所以呢 時間上面略高一點點 這時候可以考慮說 稍微調 粗一點點 粗一點點也是可以的 但是跟我平常沖煮時間 也不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來試一下 OK 好 準備開始試喝 這是極淺烘焙的伊索比亞 那沖煮時間呢 大概是兩分五十秒左右 風味呢 香氣跟果酸都非常 完美的 大量的被釋放出來 不會因為它是極淺烘焙 你在萃取上面呢 就很困難重重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 它可以解決 如果你極淺烘焙苦手 不太會沖煮 但是呢 又想要沖煮好喝的極淺烘焙的話 這個手法呢 其實是相當的萬用的 當然你也可以 在你自己的手法上面 再做調整 調細一點點 水溫加高一點點 貼水溫暖度更好一點點 都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手法本身 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學學看 因為呢 它確實可以讓你的咖啡粉 徹底的吸水 讓你做出很好的風味喔 那我們今天 極淺烘焙的沖煮教學呢 就就到這邊為止 希望大家都能夠試試看囉 那我們咖啡沖煮工業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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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med 分別的 我們在一起 感谢观看